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那么这一部分我们介绍不偏估计量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中兴大学应用经济所的考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考题的内容 X的话呢,是一个 Normal,这指的是什么呢? 常态分配 那么这边是它的母体平均数 这是母体变异数 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抽样分配 Random Sample of 3 3,这有三个它的一个观察值 X1,X2,X3 那么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什么呢? 这个μ的一个估计量 第一个估计量是三分之X1,X2,X3 三个相加 第二个估计量是六分之X1,X2,X2,X3 好,那这两个都是估计量 好,那这两个都是估计量 问题来了 他问他说 μ1,这什么意思呢? 不偏 μ1是不是μ的一个不偏估计量呢? 那么还有一个 Mu2他也顺便问了 是不是不偏估计量? 那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检测 是不是不偏估计量? 我们用的方法就是用 期望值 这个估计量的期望值 是等于原来的这个值 就是母体平均数 那我就肯定的说 他就是不偏估计量 那么我们就直接来做了 来,第一个部分 他的期望值 μ1 hat 我们计算一下 那题目是三分之 那我们就三分之 x1加x2加x3 这三个都是我们的抽样分配 那么我们根据 期望值的一个线性的关系 这个三分之 三分之三分之 都可以把它写到前面去 那么这个都可以把它全部拆开 加上x2加上1x3 这个抽样分配 它的期望值 当然就是μx 所以是三μx 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消掉了 变成了μx 所以第一个我们说不错 它是μx的不偏估计量 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不是 我们看看啊 μ2 hat 它这个地方是六分之一 x1 加上三分之一x2 加上二分之一x3 那么一样的 我们就把它写出来 这个根据上面的做法 我们这边变成六分之一 这是再加上三分之一 还加上二分之一的μx 来我们看看这个答案是不是1 六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加二分之一 刚好也是1 所以它也是μx 那么我们说了第一个答案 我们就解决了 第一个μ1是不是 μx的不偏估计量呢 是的 第二个μ2 hat呢 也是 这都是正确的 正确的 再过来 第二个题目说的是什么呢 哪一个 不估计量 比较好呢 这两个都是不偏估计量 我要是我 我要选哪一个 那么如果要看到这两个估计量 那我们要挑谁呢 我们就要挑变异数 比较小的 尽量挑变异数 倾向于比较小的是比较好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变异数 来第二部分 变异数 hat 我们要知道变异数的话呢 三个加起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提到前面去 这三个的话呢 是 抽样分配 那我们就把它写出来了 变异数 这个三分之一 我们可以提到前面去 就变成 九分之一 九分之一 第一个 九分之一 第二个 九分之一 第三个 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三个 都是多少 都是Sigma X 的平方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得到 答案是三分之一 Sigma X的平方 来我们看看第二个 这个地方我们用 Mu2这个地方是Mu2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是多少 六分之 X1 那就变成了 三十六分之一 三十六分之一 看起来很小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三分之一 那就变成了九分之一 第三个是二分之 那就变成了四分 这边就变得大了 我们来看看谁比较好 来我们加起来 三十六分之一 加九分之一 加四分之一 来我们这边通分一下 三十六分之 这边是一 这是四 这是九 这通通都是X的 也就是Sigma X平方 那这边是变成了三十六分之 十四 来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个 何者较大 这边是三十六分之十二 这是三十六分之十四 所以这个较大 那么既然第二个的部分较大 那么我们要说的是 你要是选 你要选谁呢 我选第一个 我选第一个 我选Mu1Hat 因为第一个 它是不偏估计量 第二个 它相对来说 它较有效率 它的变异数较小 所以我选择Mu1Hat 作为我们Mu的一个估计量 我选择Mu1Hat 我选择Mu1Hat 我选择Mu1Hat